對 我先講 我昨天看完一整天記者會看 記者會的講法 因為昨天其實是三波公事 一早是侯友宜的三個報紙媒體的專訪 接著是下午柯文哲的記者會 最後是傍晚侯友宜跟朱立倫 一起開的記者會 我看完之後兩個字 噁心 真的是噁心 一群六七十歲的男人 在講婚前症後群 在講結婚協議 噁不噁心 噁心 我這個心態是所有 藍營支持者的心態 為什麼 你們不要啰哩巴說 要不要合就一句話 我跟女生求婚要就yes I do 對不對 當女生可以啰哩巴說 講以前怎樣怎樣的時候 就知道這個求婚 畢竟會走向失敗 所以昨天狀況是這樣子 昨天一早三大報就刊出了 侯友宜的專訪 侯友宜的專訪內容 當然前面說他願意當副的 大家藍營的支持者都鬆一口氣 對不對 可是其實是後面 後面侯友宜的刑警本性露出來了 裡面的歹徒給我聽好 謝你24小時投降 否則我就要攻堅了 對不對 昨天侯友宜就給 所謂的柯文哲24小時時間 對 說今天你再沒有答覆我 藍白就破局了 所以其實坦白講 昨天一找侯友宜的專訪 就是在給柯文哲下現實逮捕令 刑警本色 所以柯文哲下午就開記者會說 你下最後通牒很像在逼婚 很像大黨打壓消黨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也表露了不滿 那傍晚侯友宜跟朱立委 又針對柯文哲下午記者會 開始記者會 其實侯友宜說得很酸 說柯文哲一下去周家 一下去郭家到底有沒有要結婚 周家周開連家 郭家是郭台銘家 他在案子什麼 郎有情妹有意 我們兩個談婚約 就跑去劈腿 他在做這件事 那可是無論如何 你都會看出來 兩邊都在互相指責對方的不是 柯文哲說你逼婚 侯友宜說你劈腿 沒錯吧 兩邊都在互相指責對方不是 那照理來說 根據侯友宜昨天下的通牒令 如果以公務人員下班時間來說 我們今天錄影結束前 如果柯文哲沒有答覆 那就會進入到侯友宜 所謂的黨對黨的協商 差別是什麼 他有說黨對黨協商 就沒有民主式初選 就沒有所謂的民調 那不是很好嗎 他們不是都沒有嗎 黨對黨協商就講個時間 大家說好破局 就是黨對黨協商 不然協商什麼 又沒有初選 他們也是包裝一個 很美好的話說 聽起來就是政黨協商 好像還有談的空間 沒有 我覺得大家講 好不好 我們就開個記者會 宣佈破局 萬習 大概是這個狀況 所以說直到今天還有很多 藍營支持者的長輩 我有很多長輩的藍營支持者 還在傳訊問我說 到底藍白會不會合 我都直接回 我都直接回 不會合 你死了這條心吧 死了這條心吧 所以現在整個藍白合的歹戲 拖了這麼久的棚 也差不多要爛尾了 所以說我們應該很快 就會看到藍白正式分手 我覺得好笑的是 因為剛剛鄭浩講的那個 我有一個感觸是這樣 男的不想娶的時候 就說我現在經濟基礎 還不夠 我這個房子車子還沒有 我都還沒有無子登科 那女生不想嫁的時候 就說你媽媽對我有意見 不好相處 然後不然就是 我媽媽說不要嫁那麼遠 反正意見非常多 但一個狀況 我先請教晃哥 柯文哲他 他因為他在抗拒民主初選 那民主初選 他又想了一個很棒的形容詞 他說批霜 對不對 批霜有毒 他說這個民主初選 就像是一罐批霜 喝下去會死人 喝半罐一樣會死人 那柯文哲講說 我就是很在乎數字 只要三天的時間 做兩千份民調 手機式化各一半 馬上就知道答案了 那我是在想 如果手機式化各半 那柯文哲如果可以讓的話 因為他看起來 他人的面子比較多 他手機是不是拿掉 式化的部分 再回去跟侯振營談談 搞不好有機會 你講的是真正的談判 這場藍白和 國民黨比較像有在談判 民眾黨完全不像談判 你什麼時候看過 雙方的談判 就是我一步都不讓的 請問大家 我幫觀眾朋友回憶一下 民眾黨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讓過什麼事 沒有啊 從一開始就是 我堅持要全民調啊 要閃場辯論啊 對不對 到現在到此時此刻 沒有讓啊 但是國民黨有沒有讓 有啊 國民黨一開始說 我全部民主出選 讓到說一半一半 那民調呢 民調比例我們可以來談 有在讓啊 但是國民黨 民眾黨沒有讓啊 所以柯文哲有沒有要跟你談 沒有嘛 他沒有要跟你談嘛 柯文哲用披霜來比喻 他說喝一瓶會死 喝半瓶也會死 就證明他是一個不及格的醫師 因為醫師開藥最重是劑量 就同樣的病 不同年齡不同體重 可能不同性別 他可能用的劑量會不一樣 一瓶披霜跟半瓶披霜 劑量會一樣嗎 喝下去會不會死 我是不知道 觀眾朋友不要試 千萬不要試 不會有人無聊去 但是我覺得純粹 就醫學角度跟柯文哲探討嘛 沒有啦 我覺得他應該先要講 披霜很毒啦 搞不好一口就死了 對 披霜是很毒 可是劑量不一樣嘛 對 但是我覺得這一場戲 我覺得很有趣啦 就是說 因為現在大家喜歡 用結婚來比喻嘛 那我們就講 這個是在一個相親的過程裡面 其實男女雙方第一眼 見到對方的時候 男的就覺得女方 你也沒有美白天 我幹嘛娶你 然後女方就覺得 你也沒高富帥 我為什麼要嫁你 那幹嘛要談聯姻啊 旁邊觀眾太多 親戚朋友 你們兩個很配 你們兩個很配 硬要送周圍喔 對 就是親戚朋友 街頭巷尾鄰居 都來老 樓上樓下都在那看啊 所以兩個人只好 談一些不找邊際的問題 你這個杯子 這瓷器不說這哪裡買的 今天這茶誰泡的 好好喝喔 就談 你今天這衣服滿好看的 就談一些不找邊際 真的相親第一眼看對眼 接下來談什麼 結婚之後我們要生幾個小孩 我現在有幾個 我現在有房子 你有沒有 那我們以後要不要一起買房子 房子登記誰名字 這個叫實際的問題嘛 你去談那個杯子 哪裡買的 衣服穿的好不好 看茶泡的好不好 這就是沒有誠意嘛 但是呢 現在雙方都在演一個角色 演什麼角色呢 就是搶著不要當戰犯 就今天誰都不會 你看 昨天都已經撕破臉喔 可是兩個人 你有沒有從兩個 都不想當那個回婚的人 對 你有沒有從兩個人嘴巴裡面聽到 他們講說藍白河破局 沒有 但是其實 明演人一聽就知道破局了嘛 所以現在這個爛戲會繼續演下去 演到什麼時候呢 演到大概11月底的時候 就差不多各自都登記了 或是說再早一點 副總統的人選都宣布了 那大家就知道 應該是10月底 是民眾黨的底線嘛 然後國民黨是11月的第一個禮拜嘛 那個底線都是逼對方就範的工具 真正可以拖到什麼時候 拖到 20號是登記嗎 20號開始登記 但是副手不會20號才宣布 對啊 你可能在11月中 甚至早一點 11月初 接近中旬的時候 就要宣布副手了嘛 你等到副手一宣布就知道 這個正號的長輩們就可以死心了嘛 就不用再問李正號 我藍白會不會合 你知道我每天回答也很煩 就是說藍白就確定不會合 其實我們早就知道他不會合了嘛 那今天就是大家都不想去當那個 破壞在野團結的戰犯 因為變成戰犯的下場呢 就是將來 因為事實上在明年選前 最後一定會操作棄保 變成戰犯的下場 就是你會被操作成要被棄掉的那一方 現在誰都不願意 那你說雙方有沒有成績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覺得我觀察到侯友宜 昨天的記者會有兩大特色 跟他以前的人設完全不一樣 要說錯虧啊 他昨天超放得開耶 我很難得 在一個男性的嘴巴裡面聽到說 那你到底要不要娶我 對啊 一般男性都說那你要不要嫁我 侯友竟然會講你要不要娶我耶 這表示他超級放得開 現在已經放到忘記自己的性別是什麼了 還有我們的節目不是晚餐時間 其實我昨天已經途過一輪了 然後侯友昨天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他其實演不住內心的喜悅 他昨天其實心情滿好的 沒錯 因為他覺得他將軍 對 照理說 沒想到我會來這招 照理說我今天要去相親 我明明很喜歡對方 可是對方拒絕我 應該回去心情很落寞 侯友昨天其實心情還不錯 我覺得 我覺得他心情還不錯 這代表說 所有的發展 所有的劇情 正如他們預期的 對 都在他的預設裡面 最後我做個結論 柯文哲 你是聰明反被聰明 你以為你可以玩得過金小刀 但是你被這把小刀給捅了一刀了 小心得破傷風 因為小刀抓生鏽了